各位老師 大家好 好 司馬謙連橫告訴學生 歷史真的很重要 學生說 那是國家的事 關我什麼事 會有望在向啟軒 想念生命中重要的女人吧 司馬光要他的胖兒別想太多 搞不好掛掉後 只留一個解字 學生說 兩位光天神的教務是關我什麼事 下課了 學生立馬死得變成我的 我的那雙手早已在滑滑滑了 上海區看天文 回應好友們的生日祝福 上臉說按個讚 順便把昨天母親節的大合照撥上網 明文競賽得獎被採訪 光榮的時刻 好吧 文看一看 順便超連結一下 跟親友們分享 這時我才發現 原來對學生而言 重要的是不在課程上 而是在網路上 就這樣網路上就有著太多太多個人重物事了 也就是說 只要透過搜索引擎 我們也可以找到自己想要關注的人事物 只是巨量的資料 如果沒有被有效的收集 那就是垃圾 只是一步步將面諜戰馬而已 102年 文化部推動國民記憶庫 鼓勵全民說故事 為國家寫歷史 宜蘭縣政府也已經續辦了第七屆的家谷演習 當官方已帶頭在做紀錄的同時 假如我們可以帶著我們的學生 以自己為中心 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 把自己的豐功偉業 從網路上搜尋回來 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整理起來 然後跟家族世系表連接在一起 這是個人的事 就是家庭的事 家庭的事 就是家族的事 每一個家族的故事 匯徵起來 就是國家的大歷史 也就是說 每個生命的小敘述 都是在共建國家的大歷史 這時 國家的事 他家的事 或許就可以說是學生自己的事了 整個課程的設計 是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中心 從自己出發 運用Xmine做家糊 建立一個家族互聯網概念的數位 家糊 這個課程當時是參考漢林版高中國文設計的 預計開在高三項的時候 作為訓簡式康的延伸課程 會用九節課的時間來完成 當時我在想說 因為這個主題名只要用家糊還是中糊 士糊 族糊的時候 我就在想 家糊好像聽起來好小喔 族糊比較偉大吧 但是學生一己之力 才幾節課 怎麼做一個族糊 所以後來 維基百科告訴我 家糊又稱中糊 士糊 主腹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寧可就用家糊 然後我們小題大做 我們不要把大題做小的 所以在課程裡面 在這個課程裡面所談到的家人 我們可以小到是一個小家庭的 也可以大到是一個很大很大家局的 那整個課程這一年來 實作過三次 是這樣子的 去年參加國文學科中心 那因為要佼佼作業嘛 就是佼佼作業 那手上剛好有高三下 就是體育班學生剛學測完 那他們也很閒 我想說 可不可以讓他們學的什麼 比較有意義 或者是帶著走的能力的 因為有些孩子不升學了 那剛好去找他們了 後來做學優秀教案之後 手上班級配置的關係 我只能帶聖經課 一年級的學生來做 但是因為這邊要處理很多文本 所以其實兩次的實作 都沒有這麼文本進入 老師您知道的 體育班學生他已經學測完了 那他本來對文字閱讀就很辛苦了 你這時候要他去把書本拿出來讀 真的沒有人會理我的 真的沒有人會理我的 那聖經課一年級學生 我們學校是海士 所以是高職版的 所以剛剛前面所列的這些文本 他們都還沒有讀過 制服是主 然後讀文本 在這個課子裡面是服 所以沒有辦法 或者我想理想教案 沒有真的走過其實很不踏實 因此在今年寒假的時候 我就邀請了三位台南女中 剛學測完的學生 那麻煩他們幫忙把整個教案 可不可以試著走走看 可是約定的時間就是大年初五 那他們有三個要求 他們兩個禮拜前才學吃完 有三個要求 第一個時間的要求只給一天 但是他們要不可以早期 他們晚上要回去吃 所以一天可以用我的時間 大概五五個小時 第二個不可以打擾到他的家人 怎麼可能做家務不打擾到他的家人 第三不可以有課後作業 所以三次都沒有辦法按照理想教案來做 好 但是我想每一次的實作 都有他的心得 我後面會再進行這樣的分享 我自己回想起自己國高中階段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篇文章 就是神父的兒時記取了 因為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頻頻回想起小時候那一個很白目很白目的自己 我們現在打開高中階段的功課本 我們看到實際臺灣同時訓 訓解釋康像極宣誌 是的 這些文本確實都用文字為時代 為家族留下的感情和記憶 但是千百年前的文本 放在一位青春正下的高中生課堂上 老師感動真的很遙遠 一直我就在想說 那能不能這樣子 透過龍映台迷宮中仰望星頭裡面 所談到的現在過去 好抱歉 過去現在未來的觀點 去把它拉出一條時間的重軸線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想像 不同時代的文本都是一個點 都是一個點 它們分別散落在歷史的這條重軸線 所以在高三項的時候 帶著學生從實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把這些三年所學的文本統整起來 應該也是水到取成吧 那帶著學生從文本 然後去觀察同時代的不一樣 以及不同時代的現象 從文學裡面的歷史 幫助他們去看到個人 可以在歷史裡面存在的價值 工業4.0了 家譜也該進化了 家譜1.0 黑白的 首位的 家譜2.0 數位的 彩色的 家譜3.0 地理資訊的 FB IG 網頁資訊 超廉潔的 這是一個人手一機 我們走到哪裡 我們拍到哪裡 我們隨手拍 隨手冠雲端 隨手PO上網的網路時代 其實網路上到處都是資源 假如我們可以善用這些網路資源 應該可以把我們的家譜養得胖嘟嘟吧 應該啊 製作家譜 我們用對方法 其實是祖母添翼 那 SMILE 做的家譜有一個 我覺得那是它的強項是 視訊表背後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自動更新的資料集 只要透過之後連結的話 再來做家譜 我們需要收集大量的家族資料 Google 表單可以讓我們更有效 那口衆榜談可以留下影音紀錄 就可以讓整個家譜更有聲有色有意義了 民國五十九年 我自己的家屬成立了一個城市中親會 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 每一年在青年節的那一個禮拜 會有一個祭祖 然後整個大群會 這期間總共出版過三本家譜 我在家譜裡面的視訊表 從來沒有看過自己的名字 我找不到呀 或有一種憂傷言 那我是誰 那我是誰 因為我的家譜不收女性的名字 所以後來我用Xmine做家譜之後 我就從自己的名字 往前、往後、往左、往右一看 其實很容易去感受到生命的到來 從來都不會是只有一個自己 所以我覺得 世信表可以說是家譜裡面的靈魂 是家譜裡面最具凝聚力的部分 這是蠻大的視訊表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資料機 所以只要我們一點開 就可以看到個人的大事情 有助於家人之間的了解和聯繫 然後它又只是一個答案 我們可以互傳、可以共享 所以當我們時時刻刻為自己做基督的同時 也就是在幫家族打造生活式了 整個課程的一個主題架構圖 我會展示我用Xmine做的家譜 接著會進行Xmine家譜的教學 那第四單元是Google表單 以及口述狂談的教學 最後是直播發表 那跟素揚導向的三面都對應到了 也就是說面面俱到 所以整個設計的步驟大概是這樣 前半段老師引導 後半段學生做 老師引導學生讀文本、看家譜 然後建立學生對家族認同的意識 讓他們知道說紀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然後再來就開始尋找智譜方法 我們找到智譜方法之後就開始做紀錄 預期整個課程應該可以達到生化文本 然後培養科技能力 以及對家族的認同 和用史觀的視野看待人事物 這是課程的第一節課 那我想訓解從司馬光的口中說出 看似嚴肅 其實放在尋常百姓家 就是才以油眼的叮嚀 只是大人物 他有他的本事 有社交上給予他的美光燈 所以他的引起動情更有機會被流傳 被看見被記錄 但是同時代的每個家庭 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 就像司馬光他的左右邻居 老師能知道他是什麼 所以我想在這裡設計了一道問題 引導學生去思考 為什麼有人被看見 有人不被看見 讓學生知道說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做記錄 也可以在歷史的場合裡面 點亮一盞照耀家族的燈 所以接著我就開始進行深化文本 剛剛老師看到要處理的篇章很多 所以這裡的做法是 在課程的前一週 我會把這些篇章開給學生 那我也想說學生因為剛學測完 他們對這些篇章應該是熟悉的吧 正常的話 正常的話應該是熟悉的 那課程上的操作就是 首先我會先用訓解師康 來介紹歐愛妮法 做這樣的一個練習 然後接著奔主認領篇章 然後小組在進行組內討論之後 跟學班座分享 透過這樣的一個討論 應該學生會比較容易去感受到說 但是確實這些作者真的都用文字 為時代為家族留下的感情和記憶 那我也留下感情和記憶的方式可以說文字 看上很多種 還有一種叫做家譜 所以接著我就來認識家譜 那學生跟老師把家譜帶來 然後大家一起看 看完之後我就會請學生上網搜尋數位家譜 那這裡請同學要注意兩個重點 觀察兩個重點 第一個 家譜的內容 指的就是姓名啊 生族日或者是上面有契約 或者是有家規有血型有法色 然後他們的家族的遷徙之類的這些內容 以及家譜內容的檔案格式 針對的就是數位家譜 它這個家譜裡面用的是有文字檔 圖片檔 影音檔 或者是誘導影音檔之類的 那這邊有它的重要性是因為 這個作業 學生未來是要產生一個家譜 所以老師您知道很多學生 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家譜 所以你要他去做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先來告訴他們 所以這邊他們要觀察內容跟檔案格式 然後他知道這些之後 他未來在思考的時候 他至少可以鎖住基本盤 江湖可以放什麼 人家放什麼 再來他可以去衝撞 發揮自己的創意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想 內容跟檔案格式的一個部分 商經科一年級的學生 我讓他們每個人拿著手機 開始上網去看的時候 我們的學生都跟我沒辦法去交 沒有辦法去交道 我是我期待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 就是又陷入一種諮詢問題了 沒辦法我只好 我只把這個機會跟權力收回來了 那請兩位諮詢能力比較強的同學 柏榮跟龍德兩個人 然後利用無休時間到辦公室來做做看 探索然後做做看 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老師將它做什麼 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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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一個二 那這時期把人分成三種 第一種有錢有權善良的 第三種就是那種跑給警察追的 其他就是第二種 我的老祖宗這邊寫一個二 我知道我不是權貴的孩子 權貴的後代 但是至少我老祖宗沒有做壞事 民國二四年這一欄全部塗黑 就是我們左邊所看到的這裡 那時也很貴 為什麼那邊沒有塗到 好 另外我們看一下紅色 寫了一個天 中斗 這一欄的標題叫中斗 能過天的話寫天 三歲感染就寫三感 把過兩次疫苗就寫個二 上頭黃色的寫一個禪 禪主的禪 婦女禪主就寫個禪 沒有就截了就寫個截字 右邊綠色的這裡 上面如果寫個鞍 或者是鴉 鴉片的鴉 就是他們寧有執照合法可以吸食的 藍色這個圈圈 標題叫不去 不去有什麼什麼不去 那是紀錄 龍亞盲癡風 就是他的障礙狀況 這個戶籍藤本跟現在的戶籍藤本 現在戶口明布我就拿出來給那三位小姑娘 請他們看一看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他說時代不一樣啊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差異性 是的 時代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代有這樣的一個需要 就像司馬關的訓解釋看 他為什麼要訓解 政治愛定生活好過嗎 萬一我的兒子變成敗家子了 所以他會有他這樣的擔心 所以我想透過文本跟這樣的比對 學生很容易去感受到說 確實他可以去看到同時代的不一樣 以及不同時代的現象 我們認識家谷之後 我們在尋找制服工具 那認識制服工具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搜尋他 動手做了 學生 每位學生上網搜尋 制服工具 然後 總結起來 剔除掉重複的部分 保留下來大概會有五六七八種 那因為每位學生的資訊能力不一樣 所以就用採取小組試做的方式 每一組 每一組認領兩種 每一種被交叉認領 每一種都被兩組就是交叉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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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的任務有三個 第一個 試做 第二 把試做的觀察 寫在SWAT分析表上 第三 最後要做試做心得的分享 每一位同學從一開始的搜尋 到後來每一種制服工具 會有兩組的分享 以及最後SWAT分析表上 這一些分享記錄 我想他即使沒有用過該項制服工具 但是他對不同制服工具的功能 強項 限制 他應該就會有概念了 這是從前面他對家譜的觀察 他觀察家譜的內容 然後家譜內容的檔案格式 再去想 這樣的制服工具 如果我有什麼內容想辦 我有什麼樣的檔案格式想要插進去 哪一種制服工具 可以滿足我這樣的需求 作為這樣的在體 這時候他就可以開始去做這樣的思考規劃了 學生製作的一個心得 在台南女中三位小姑娘 這三位小姑娘 我覺得很好用 當我跟他們說明完之後 他們就自動上路了耶 家譜就試作好了 SWAT分析表也好了 我說我用我移印的給你們 不用不用 老師我們用手繪的 這是他們試作的家譜 太好用了 再來是我會展示我用S-Mine做的家譜 以及演示怎麼樣操作 其實制服工具很多 學生找的通常都是專業的 但是起碼是WAT的 用WAT也可以做 用WAT也可以做 所以制服工具有專業的有非專業的 有付費的有免費的 有要註冊要入會 要加入組織才可以使用的 有的只要下載主程式就可以用了 有中文版 有的是必須下載與文版 才可以中文化的 那S-Mine不是專業的制服工具 但是也或許它不是專業的制服工具 它反而更能夠去展現那一種 經過設計的創意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種 能破能力的制服工具 表單跟口述訪談教學 這裡問卷教學我擺在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學會做表單 再來是學會把表單的回應資料 取出來放到我的裡面來 老師我們知道表單這個是Google的 他們跟Microsoft是不一樣的 應該某一個層面來講是對立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接拿過來 那因為我們是海市的孩子 他們有時候有些孩子這個部分還是要教 所以我會帶他們這樣子看 去做這樣一個演示 那做法是我一進到教室的時候 我已經先請小老師把單槍都弄好了 那我一進教室的時候就問 同學說老師很想知道同學 有沒有人會做表單 那我想要做一下調查 我就開始現場操作了 學生他就馬上可以看到我在操作 然後好的之後我就問一道問題 會不會製作表單 複製起來貼到半圈 同學馬上回應 切到回應讓同學看 通過這樣子他們直接看到老師的演示 他們也覺得很有趣 而且我海市的孩子的回答就是 應該是會吧 但是一三五不會 噔噔噔噔 就是這樣子 好 這份資料剛好又可以作為表單的前冊 我們教學的前冊 那下面就是訪談 訪談這個部分會先帶同學看上校文化庫的 國民記憶庫 另外會用訪談教學 學生兩兩一組 讓他們互法做練習 目的是讓他們可以為思考 能夠了解到對方的感受 也許將來他出去做訪談的時候 比較能夠更順利吧 或許可以 老師那這個訪談 範例我就負在講義的後面 總共有14個主題 每一個主題大概5到14道題目 題目很生活 但是也很神秘 學生做了問卷 那做完以後他就跑來跟我講 因為他媽媽是越南人 他做的是媽媽這一邊的 那做完以後說老師怎麼辦 我 可是我越南那邊的家人看不懂啊 說不定就把它翻譯成越南文嘛 所以他就做了這一個 這是高山下體育班斷考的考試卷 左邊是訪談記錄 老師千萬不要覺得我很混 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學生可以畢業的 他也不缺這幾個學分 他們很傻脫的 不缺這幾個學分 不能畢業的 他缺的也不會只有這幾個學分 所以 常常都是課堂上中小的考試卷 拿到了之後就開始吹吹吹 然後睡到中小 怎麼辦 那這個課程剛好在進行嘛 所以就這樣子好了 我想讓他們可以去不斷的反覆練習 那我就說 那我就往談判定你們平常看一看想一想 那月考的時候就放進去 你寫就有分數 另外S-Mine的一個教學 心智圖嘛 那我就用文章 請他們整理出來 好 這邊是成果發表 那我想 其實當上到這裡以後 一路上其實會有很大的挑戰是 學生會一直跟我們講 那學生有 有學生走過來跟我講 我不要做了 那是隱私 憑什麼讓你知道 後來又有學生跟我講 我爸說不能做啊 做在做什麼 我家有通緝罐 不能做 又有學生後來我想說他為什麼都不動 老師 家人都死了 做什麼 老師 爸爸媽媽離婚 我要做誰啊 老師 真的是這樣 好 所以我想在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不斷地去動之以情 說之以理 因為 我們只能跟他講說 我想老師都有很多方法 也告訴他們說 家虎的一個意義 可是說實在的 一個 家虎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對一個 爹不疼 娘不愛的孩子 我怎麼做得下去 我怎麼做得下去 好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他說 沒關係 那現在不做 將來要做更難 而且 能夠做多少 就做多少 就做多少 那現在就會牽涉到我們怎麼評分呢 好 每個 每個家族的人數多寡不一樣 家庭的狀況都不一樣 那真的又隱私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後來跟學生講 這樣子 就是你的作業 老師不會 你的檔案老師不會擁有 那 到時候就是你在電腦前面操作 你把你願意操作給老師看的 你就操作出來 操作出來 那在當中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去觀察他平常的一個參與狀況 這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另外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課程一開始的第一節課應該要跟學生先談這個部分 讓他們有一個讓他們放心 因為有學生後來跟我講 老師我去跟我的姑姑我的阿姨他們要資料 他們說這是隱私怎麼可以給 對 所以我想孩子在課堂上他現場的一個疑慮隱私的疑慮 同時也是未來他去收集資料時候所會遇到的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先跟孩子這麼講讓他們放心 等一下我會看到學生的作品 那會有學生作品的一個演示 有影片的 然後另外會有一段SMI的一個教學 那待會因為影片 每一段影片都只有三分鐘 節奏很快 真的很快 我說我是有苦衷的 因為那是免費的螢幕錄影 然後我不想花錢去買 為了那兩個三分鐘 我花了接近三個小時 又不斷地去重複 所以因為節奏很快 所以我後來就先 等一下先看幾張截圖 我先進行說一看 這是截圖 玉琴的家譜 玉琴本人在這裡 老師我們先看一下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塊黑色的字 因為字很小 所以把它放到最上頭去了 這個叫做主題頁面名稱 主題頁面名稱 每一頁都有一個名稱 每一頁都有一個名稱 所以玉琴的家譜 總共做了七頁 第一頁是失息表 第二頁是他爸爸媽媽合集 他個人的資料集在第三頁 個人資料集他放在第三頁 最後他放了一個高職生涯 快快的 好 高職生涯在這裡 我剛剛講說 試戲表跟個人資料集的連結 這個關係 我們這麼去想像 就像一本書 會有目錄 我們從目錄這邊看一下 第幾頁伸手翻開來 試戲表就是那個目錄 只是這個連結之後 我們不用用手翻 我們只要用一根手指頭 點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連結 那待會這段影片 我們會看到這幾個部分 那是兩位同學的家譜 前面是玉琴 後面是玉題的 我們會看到的是 從失息表跟個人資料集的連結 這是一個主題內部的超連結 另外也會看到 從個人資料集 玉琴第三頁 超連結到高職生涯第七頁序 也會上一下他的FB 然後看一下他的爺爺奶奶家住在哪裡 這是地理資訊 這也是超連結 另外會看一下他的備註裡面的記錄 那第二位同學玉琴的部分 我們會快速掃一下他的主題頁面 接著在天眼日報 有他那是影片的一個報導 那他把他應該是他網路上找到的 他國小時候跳鼓陣的表演 他把他超級尖卑來了 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這段影片 這是失息表跟個人資料集的連結 從這邊按一下 又可以回到剛剛的失息表 來 我們先回到個人資料集 上一下他的FB 這是外部的超連結 高職生涯他超連結到第七頁去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按一下回到個人資料集第三頁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左下角的地方 我們直接回到失息表 看一下他備註的記錄 看一下右邊就開啟了 可以放文字跟圖片 和爺爺奶奶家 這是地理資訊外部的超連結 我很喜歡Google街景 你看他有一個時間軸 2009年到2014年 我們可以想像 因為這個時間軸 同一個地點不同時間變化 也許未來後代子孫 想要了解到老祖宗的家在哪裡 老祖宗的家長什麼樣子 這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參考了 我們看一下育庭 掃一下他每一個主題頁面 這個是他個人的資料集 我已經縮小到20%了 我們放大量看一下 就從最上面往下看 老師其實很多地方他都有一些小圖 都已經是做好超連結了 只是我們真的不好看到 來我們上一下他有一個報導 天眼日報 YouTube上面找回來的一段 光榮事蹟 好我們就這邊就先中斷好 好我們就這邊就先中斷好 然後再講怎麼樣子用Xmine來做家圖 那當我們打開Xmine的時候 是空白了一片 我們按一下滑鼠就會出現了中心主題 然後再按一下滑鼠的右鍵 在右鍵 功能鍵就在這裡了 老師因為字很小 所以我把它放大到下一頁去 就在右手邊這裡 功能鍵都在右手邊這裡 那剛剛那個中心主題四個字 我想我把它改成了家圖 好現在我們從左邊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做Xmine家圖 大概幾個比較常用到的功能鍵 以及裡面可能可以放的是什麼 大致上我稍微把它做一個整理在這裡 好 背注裡面我們可以放入文字 放入圖片 所以有什麼話想說 想要倒數成這樣就從這裡吧 可以 其他部分的地方也有 再來是超連結 超連結有兩種 一種是內部的超連結 一個是外部的超連結 內部超連結 我們回想一下 像剛剛所看到的 世系表到個人資料級 以及個人資料級到它的高職生涯 那個就是檔案裡面的超連結 外部超連結指的就是上FB 上Youtube 上地理資訊 Google 當然Google地圖那個 那是屬於外部的超連結 超連結這部分也可以 雲端硬碟也是 好 下面的地方我們看一下 插入的附件 我覺得這個功能好酷做家福 我們去想像一下 聯恆有一本著作叫做《台灣通食》 我在想說如果在聯恆的家福裡面 應該是紙本 我想像成是紙本 紙本裡面出現的應該是聯恆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叫做《台灣通食》四個字吧 可是如果用SY做家福 我們就可以把《台灣通食》的電子檔 一個檔案 然後就用插入附件的方式放進來了 世世代代 直直升升 然後從中的出作點一下就看到了 那這邊我要做一下 我想幾次的一個操作 有這樣的一個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檔案如果太大 真的 這真的快要掛掉的樣子 奄奄一息 所以更建議的是 很多比較大的檔案或者是資料 盡量就是往雲端硬碟放 很方便就直接往雲端硬碟丟就可以了 好 那 下面我們就看三分鐘的影片 我們就用徐位教授徐老師 來作為演示 那為什麼用徐老師 是因為王后上他的豐功文藝很多 太多了 所以很好做 那也真的他本人的同意 所以三分鐘 老師我要強調節奏很快 不好意思 讓我再做一下說明 好 徐老師的照片 有一張照片跟一個PDF檔 側寫虛文位 我已經先把它放在桌面了 好 他的FB也已經先複製起來了 的網址先複製起來了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就是 在剛剛虛文位這三個字旁邊加一張照片 我們用的功能鍵是圖片來自檔案 圖片來自檔案 好 再來 第二個會做的是 在左邊附件裡面有一個PDF 這裡加一個PDF檔 那一篇文章叫做徹寫虛文位 第三 我們會在備註的地方打入文字 再來會在FB 右邊FB這裡 把它連接起來 好 那我現在開始 現在插入圖片來自檔案 然後照片因為在桌面上了 所以直接就把它連過來了 大好 所以我把它縮小一下下 再來我們把PDF檔 側寫虛文位放進來 一樣右鍵再來用附件的方式 把PDF這篇文章叫進來 接著我們在備註這邊打入文字 老師在等一下在備註這邊打入文字的時候 我們留意一下備註旁邊會有變化哦 跳出了一個黃色的圖示了 我們來看超連結 內部超連結 外部超連結 那方法其實都一樣 那內部超連結主題頁面的超連結 包含在檔案裡面的外部超連結 外部超連結就變成一個自動更新的資料庫了 左邊有三個 如果是內部超連結 我們就找最下面這一個主題 我們把FB的網址貼上來 老師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張照片 這是圖片來自檔案 可是我們看一下附件的地方 也有一個虛文位的圖片 同樣一張 你用圖片來自檔案 它就直接打開來 你用附件就是出現檔名 但是我們點一下就打開了 PDF檔 這個檔案同時我已經丟在 雲端硬碟裡面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雲端硬碟裡面的這一篇文章 正視一下徐老師是誰 危機百科 徐老師在學科中心的演講 這是YouTube上面 好 那 我不是這方面 這是雲竄的家庭 那他是班上很有誠意的 真的找了很多 他幫整個家族做了很完善的一個紀錄 很有誠意的找了這麼多人 然後左邊是他個人的資料集 只因為他有一篇文章叫做 最難忘的一刻被他的國文老師說 他寫得不錯 他就把他放上去了 新如他做的家庭是做爸爸這一邊的 那這是爸爸媽媽個人的資料集 他放的那些照片是爸爸媽媽的婚紗照 那他同時在這裡面把媽媽這邊的家族世紀表 也寫上來了就在最上頭 我是覺得他的百片設計還蠻有創意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歷程的家圖 左邊這一邊是爸爸那邊是媽媽 我覺得實際上我要講兩點 第一個 我覺得對歷程來講 兩邊都是他的家族 可是對他表哥來講 那這個檔案如果未來是要在家族裡面 互傳共享的話 會有隱私的問題 好 所以我建議是 就把他變成兩個檔案 另外就是他上面寫上了稱謂 寫上了稱謂 我跟孩子講說 因為你的媽媽很可能我叫姑 所以你寫上稱謂都不上來 所以為了我們可以這麼跟學生提醒一下 美娟的家母上面是世紀表 下面是他個人的資料集 美娟的家母總共有15頁 15個頁面 好 總共有15個頁面 好 講不下去了 15個頁面 有10個頁面是寫同學為主題 我跟他說這樣不恰當 真的要那10個頁面 就寄到你個人的資料集裡面去 就像是上瑞 上瑞個人的資料集 總共有8個主題 只有1個3個人資料集 其他都是他的偶像影響他最深的 或者是他最喜歡的樂隊 他最喜歡的球隊 那是你個人的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本著上的那種概念 你要在世紀表的 你要在家譜裡面的主題格站位置 你必須要在世紀表裡面有名字 世紀表有名字 你才可以在主題格站位置 應該本主題頁面站位置 我覺得本著這樣子就不會 看起來就怪怪的 上瑞家譜裡面寫到 然後爸爸媽媽養育他 然後後來爸爸媽媽生病 後來媽媽過世 那這個孩子寫了姐姐 寫了大姐二姐 可是他在大姐這個部分 全部都有不明不明出的名字之外 我覺得怪 問他 大姐離家兩年了 沒有聯絡 孩子在迴避 我的世紀表 我建議學生 未來應該要這樣子 第一頁就是寫名字 因為第二頁你要放照片 再放照片 因為將來家族開支三頁之後 你可以保有一個一致性 剛我們看學生的很亂 有的有照片 有的沒有照片 其實沒有照片是有苦衷的 有的他能夠寫上名字 就已經很偉大了 很了不起 他已經很努力了 這個課程我預計九節課上 但是以我們學校的值不可能 不可能 我用了十二節上 上一椅才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想跟老師分享的是 直變那一種說 直不一樣 不是直變 直不一樣 所花的時間真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可以開 你可以用六節課做 你也可以用九節課 也可以用十八節課做 就像 那可以開跨域的 可以開延伸課程的 你也可以是加深加廣的 那只看說你將不要做到什麼程度 就像米可以吹尾飯 米也可以亮成九 就看我們要做成什麼樣的狀況 好 因為有三群孩子同時做這個教 我比較深的感受是 台南旅中這三位小姑娘 我有帶他們從文本進入 所以他們 但是他們沒有真的完成自己的家庫 所以他們的回饋都是從始 比較聚焦在始這個部分 孩子的孩子 他們沒有從文本進入 他們真的是做家庫 而且對他們來講很珍貴 因為我們孩子有些很可憐 然後其實這樣的一個作業 也滿能夠取悅大人的 對於部分的大人來講 他們很享受 因為他會變成 他跟孩子之間有話講 吃飯的時候有話講 他一半後也可以有一個對話 好 而且下一代關心著我 所以海事的孩子 他們的回饋 回饋在親情的部分 家福是一個永續的工程 修福 制福是一個永續的工程 或未來會有自己每一學期都花個兩節課 這樣孩子不斷地拿出來看一看 修一修 這座家圖 我們看見生命的來來去去 感情的濃密疏密 就像歸有光所講的 有喜也有悲 但是我們認識過去 我們理解現在 就可以思考未來 何況 每個生命的小敘述 都是在 共建國家的大歷史 所以 獨立時 就從自己開始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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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